范贤心里发着毛,脸上却是一片宫颈,将眼帘低了下去,避开了年轻皇帝投来的眼光,却又不好意思去看旁边的太后,对面的太父与宰相两张老皮脸,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她的眼光很自然地落到了太父旁边的桌子上。 那桌子是空的,不知道是哪位大人,竟然这个时候还没来,正想着,一人从长宫池旁的廊柱后走了过来,在殿间对着太后与皇帝行了一礼,便很自然地坐到了那张桌上,早有宫女前去针灸。 这人一身悬衣,身材修长,威势十足,双眼里却是静若古井,深不见底,最古怪的是她的腰间缠着链子,竟是斜着两把弯刀上了殿。 这四好大的胆子。 范贤倒吸一口冷气,偏头问林靖道,这人是谁?能坐在太父下手,又能带刀入宫,想来是个不得了的人物。 林靖小声介绍道,这位便是国师苦和的首徒,郎陶大人,宫中禁军大统领,不过听说最近这些年主要是负责皇帝的武道修行,不怎么管理事务了。 范贤嗡了一声,似乎才明白过来,略带一丝震惊说道,原来这位就是海棠姑娘的大师兄,难怪地位如此超然。 此时,郎陶那两道宁静之中,自有深意的目光,已经投到了范贤的脸上。 范贤笑了笑,嗜好地将手中的酒杯举起来,对着郎陶比划了个情,嘴唇微张,无声地说了两个字,您好。 郎陶眉头微皱,不知道在想什么,由于片刻之后,终于将手中的杯子举了起来,遥遥与范贤饮了一杯。 林靖在范贤身边小声说道,大人,这人确实应该接纳一下,只可惜后天便要启程回国,今天才第一次与他碰面。 范贤面座可惜之色,心里确实在想着,不知道郎陶会不会认出自己来。 他在这项想着,郎陶也在那边相疑惑着,看对面庆国那位年轻官员的神色如此自然,一丝都不像作为,莫非沈中猜得有道理,悬崖边上那个黑衣人是陈平平的影子护卫,而不是对面这位范提斯。 范贤心中一片坦然,将目光扫了一遍店中猪桌,问道,为什么没有看见沈大人? 林静应道,沈中虽然是镇抚司指挥使,但品质不够入店,更何况今日太后大寿,他肯定是在上经里负责一英勘防之事。 范贤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功夫,宫中礼乐剑座,司竹之声奏出黄黄之感,有舞者舞于亭,清光陷于顶,寿宴正式开始了。 先是那位皇帝为太后扶杯祝寿,然后底下臣子们依次跪拜,为太后祈福祝寿,范贤身为一国臣子坐在守卫,自有临近在一旁暗中叮嘱,应该如何行事,所以很平稳地过了这一关。 酒水果书,被端在美丽的宫女手中,悄无声息,却又落落大方地,分支在各个暗集之上,每当有宫女来服侍的时候,范贤总会微微偏身,微笑示意,这落在北齐群臣的眼中,不免有些作作,但也有人会越看越是欣喜,觉得这位年轻一代中的翘楚人物,果然不同凡响。 范贤却是看着那些柳眉柔顺的宫女,心里面好大的不安,那位年轻皇帝天天与这些漂亮姑娘们待在一处,居然没有变成荒淫少年,这事儿果然有些问题。 太后的寿宴,虽然不是一般老太太过生日,但其实差别也不大,只不过是来的客人档次高了些,用的韭菜境界上了些,自然,饭后的余性节目也显得,头痛了些,这绝对不是铁岭大青山二道和村西那位李大娘过五十大寿时所能想到的节目。 范贤揉着太阳穴,面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心里却已经开始在骂娘。 温柔的姑娘们现在喜欢自称老娘玩豪爽,粗鲁的爷们们现在喜欢微修的笑玩恶心,杀猪的屠夫喜欢吃邻家的青菜,头戴一只花嫁不出去的老嬷嬷喜欢四处做美。 这人啊,都是喜欢亲近自己最不擅长的事物,最喜欢做自己最不行的事,按照心理学上来说,你缺少什么,就会下意识里强调什么。 所以,一向以武功闻名天下的庆国,如今在陛下的带领下,开始往文治的路上走,明明一京都的武将,武道高手,却偏偏流行起了所谓诗会,宫中书贵妃爱好文学,所以得宠,二皇子深至经传,破得民心,直至横空出了个一代诗仙范贤,马上吸引住了所有世子的目光与敬仰。 而一向为天下文学中心的北齐,如今却是奋发图强,不流行吟诗作对,反而喜欢玩决斗,舍了嘴皮子,改用拳头讲道理。 所以,南庆使团的门口,被扔了一地的小弯刀,要找范贤比武的北齐高手,从使团的门口,可以一直排到燕山的山谷中去。 范贤闭门不出,出则海棠同游,好不容易避免了天天打擂台的悲惨命运, 不料林要回国之前,在这大殿之上,却是躲不过了。 范大人,您认为这个提议如何? 太后笑了笑,将目光投向范贤所坐的桌上,虽是问话,但那语气却是不容置疑。 范贤微微一领,先前北齐一名武将提议比武,虽然说得好听,切磋武道修为而已, 但谁都知道,这北齐的群臣知道,在文学之上拿所谓一代诗仙没办法, 这是准备来折辱自己来了,而且那位太后不知道为什么,似乎很不喜欢自己。 她长身而起,目光在殿上扫了一遍,忽然开口笑吟吟说道, 太后老人家,外臣手无腹肌之力,还是免了吧。 殿上轰得一声笑了起来,没有人会相信范贤的话, 范贤杀了成巨树,黑拳打叶灵的事迹,早已传遍天下, 是公认难得的文武双全之辈,群臣实在没想到, 这位南国正使竟然如此胆小。 太后却是满脸平静道,范大人过谦了。 她又说了几句,竟是不容范贤拒绝。 范贤眼皮子跳了一下,心想,难怪前世看的穿越小说里, 所有的穿越者都秉持了为绝也的光荣传统, 将所有的太后简称为老婊子, 如果自己此时在让,真丢了朝廷颜面, 回到南方,还真不好向父亲与老婊子交代, 信仰纳免,不知道又会玩出些什么阴损的封严招数。 所以她含笑半不退,拱手应下。 太后眼亮微亮,坐在太后旁边的皇帝却是面乳忧色, 关切问道,范清,若身体不适,还是免了。 范贤虽然与这位皇帝只有数次聊天之缘, 而且心中早有芥蒂,但听到她话语中很真切的关心, 想到对方毕竟是为九五至尊,不免以有些触动, 抬头朗声道,陛下,外臣纵使血剑殿前, 也当是为太后贺寿放的鞋礼花好了。 这话不伦不类,大尾礼书马上坏了气氛, 果然太后的脸阴沉了下来。 皇帝却是笑了笑,觉得极有意思, 这个范贤啊,果然是个外表温柔, 内心执拗不肯吃亏的古怪性子, 挥挥手道,这话说的就过了, 既是鄙视,自然是点到为止。 皇帝双眼一寒,望着殿中的群臣说道, 谁要是自问无法控制出手的力度, 那便还是不要出来献丑了。 这话便先堵死了那些准备玩物商的人物出手。 群臣心头一领,发现这位年轻的天子, 在这些年里成熟的速度实在是快的, 有些令人吃惊, 那股天子威势见圣难抵, 更古怪的是娘脸, 这位皇帝陛下对那范贤怎么这么好? 这到底是咱们的皇帝, 还是庆国的皇帝啊? 话间落出, 早有一位武将自偏殿外行来, 对着太后与皇帝一礼, 沉声说道, 臣,成浦竹愿向庆国范大人请教。 太后微微合手, 皇帝知道这位成浦竹的水准, 对方是郎陶的师职, 算起来都是天一派的学生, 如今正在宫中进军里任职, 大概是听到上风的传令, 所以前来鄙视。 皇帝从海棠的嘴中知道, 范贤已经是九品出的高手, 成浦竹却只有七品的水准, 为什么? 皇帝看了一眼郎陶自己的武道师傅, 却发现郎陶安坐于席, 面上没有半分反应。 成浦竹又向范贤行了一礼, 沉声道, 范大人文武双全, 声名震天下, 成浦竹请范大人指点。 范贤笑了笑, 也看了一眼郎陶, 知道今日这殿上的鄙视, 不是为了争抢好胜, 而是那位郎陶想抢在自己回国前, 看看自己的出手风格, 自己到北齐之后, 便没有在众人面前出过手, 郎陶一定对于悬崖边的事情, 还有所疑惑。 他对着成浦竹拱手道, 成大人。 成浦竹沉声应道, 正是。 范贤说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 然后坐了下来。 群臣哗然, 心想这位范贤未免太狂妄了些, 正想着, 却听着一道沉稳的声音响起, 请成大人指点。 成浦竹正自愤怒, 却看见范贤身后那位护卫往前踏了一步, 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此时天光从垫顶的玻璃上打了下来, 散作一片清光, 垫中光亮无比, 所以很清楚地看清楚那位护卫朴实的面孔里 所蕴含着的无穷杀意。 只是一步, 高达只是往前踏了一步, 他整个人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先前只是位不起眼的护卫隐, 隐藏在范贤的身影之中, 此刻迈步而出, 却竟是隐隐然有了些宗师风范, 此时殿中无风, 但高达身上真气流动, 静机的衣裳微微飘动。 范贤借着暗机的掩护, 半机坐余地, 两根手只粘着小酒杯, 双眼微眯, 用余光注意着对面狼桃的表情。 狼桃似乎对场间的事情不怎么感兴趣, 手中拿着筷子正在斜着盘中菜摇, 但范贤眼尖依然看见他的下颌微微点了点, 这是表示同意。 程浦竹深吸一口气, 看着面前的这位高达, 上京中人都清楚, 对方是南朝使团的高手护卫, 曾在一招之内置住上山大将属下的谭武将军, 可谓真正的高手。 但是已如此, 容不得程浦竹退让, 只见他大喝一声, 请陛下准我用刀。 少年天子虽然欣赏范贤, 但毕竟不是个傻子, 当然知道自己做的是北齐的皇帝, 也颇为欣赏这位武将的勇气与声势, 面带嘉许说道, 准了, 程将军用心去做, 此次纯属武道切磋, 莫将他看作朝廷的颜面, 不论胜败, 朕都有赏。 寿宴主角太后, 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 眼色中满是不赞同, 但是年轻的皇帝笑吟吟着, 似乎没有看见母亲的眼光。 林文林静两兄弟却是紧张无比, 心想马上就要启程回国, 怎么又在宫中闹了这么一出? 若是几方胜了, 北齐人丢了颜面, 不好, 若是对方胜了, 自己大庆朝丢了颜, 更不好。 但是庆国官员, 这数十年早就养旧了一股天生的狠气, 见对方挑衅, 虽是文臣也动了真怒, 对高达说道, 高护卫, 点到为止, 不要胜得太厉害了。 魏曾站, 先严胜。 范贤看了身边两位, 傅使一眼, 苦笑了一声, 心想, 原来这两位比自己还要嚣张些, 转头对龙椅之上的皇帝说道, 陛下, 请允外臣下属, 送刀入殿。 皇帝微笑望着他, 挥了挥手。 殿外, 早知大殿上将有一场舞蹈比试, 今儿个是太后寿宴, 所以宫礼馆的松, 而且陛下也点了头, 所以本在偏殿用膳的臣子们都涌到了大殿门口, 将热切的目光投往场中。 小太监从皇宫脚门处, 取来了高达用的长刀, 递给了殿前的太监, 传到了殿内。 范贤乔建王几年, 正在大殿门口, 鬼头鬼脑地往这边看着, 心里不由一脸, 心想, 老王末是手痒了, 想重操旧业, 在这皇宫里摸些东西吧。 再说回这边, 高达双手一握长刀刀柄,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顿时进入了一种很奇妙的境界中, 先前的威势不复, 压迫感不复存在, 场间剩下的似乎只有一柄刀, 纵是一人一刀, 但在旁观者的眼中却依然只有一柄刀。 狼袍停住, 看着高达手中那把样式独特的长刀,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眉角微皱。 城普竹与高达对面而立, 看着那位稳定站立的对手, 将脑中一切杂念抛开, 吸了一口气, 缓缓拔出了翘中弯刀, 刀身与翘口摩擦, 发出一阵令人生出热血之感的金属声。 高达依然不动, 双手握着长刀, 整个人向右侧偏了几寸。 城普竹缓缓运起真气, 将真气灌注到自己的手腕之中, 感觉自己的小臂似乎已经与那把弯刀合作了一体, 这才微抬刀面, 他是狼桃的失职, 苦和一派, 虽只有欺贫之实, 却有一股子失门赋予的自信, 对方可以骄纵, 但他不会。 刀光如雪一般绽放, 仗鱼的距离, 在两名高手间, 就像是不存在一样, 虚余间消失。 下一刻, 城普竹已经出现在高达的正前方, 两人隔得极近, 就像是脸贴着脸, 身体贴着身体。 而那如雪的刀光, 正来自城普竹的手上, 那柄弯刀很奇异地倒旋着, 他高高举着弯刀, 刀尖却是直刺高达的左肩。 两人间的距离太近了, 就连城普竹也只能倒旋弯刀, 用这种很阴险莫测的方式刺来, 更何况高达双手握着长刀, 此时根本不可能有出翘的机会, 纵使长刀出鞘, 也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距离内发挥作用。 城普竹果然不愧是师门不凡, 在短短的时间内, 平时对对方武器的判断定下了掷敌之计。 群臣微惊, 似乎马上就要看见高达尖头血出。 范贤微皱眉, 似乎没有想到城普竹竟然出手, 竟是有如风雷一般, 训练不及掩耳。 哦, 一声极难听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一声碎裂响声后, 又是一声闷声响起, 下一刻, 殿兼太后皇帝, 殿外窥视群臣, 都满脸惊讶地看着一个人影被震飞了出去。 城普竹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脸上一片血水, 看上去受了极重的伤。 众人以为, 高达是以真气将城普竹震飞了出去, 不由大害, 能够仅凭真气震飞一名七品高手, 除了四大宗师之外, 或许只有几位顶级的九品上强者才能做到, 而高达只不过是南庆使团的一名护卫。 场中只有那些舞蹈高手, 才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城普竹弯刀下的时候, 高达竟是没有拔刀, 而是双手提着长刀向下一踢。 长刀刀柄大约有一寸方圆的大小, 而就是这极小面积的刀柄, 竟是生生对上了城普竹弯刀的刀尖。 高达手中的长刀足有一人之高, 他一提刀竖立, 刀鞘便稳稳地立在了地上。 所以当弯刀刀尖刺中刀柄的时候, 等于说城普竹全身的真气与气势, 都以高达手中长刀为桥, 传递到了脚下那片青石地板。 高达等于置身室外, 看着城普竹叙事已久的一击, 与大帝做了个正面的冲撞。 以后吐之后, 纵你是大宗师又如何? 在那一瞬间, 城普竹感受一股雄魂至极的力量, 从刀尖传了回来, 让他一时气息受制。 而便在此时, 高达舍刀抱拳, 双臂如同抱着一个圆一般, 向左一转, 右手如钢铁一般的肘尖, 便重重打在了城普竹的下巴上。 这一击何其有力, 顿时机的对方齿落唇脸, 鲜血横流, 这还是高达手下留情, 不然光这一击, 城普竹便会丧命。 与其说城普竹是败在了高达的手上, 不如说他是败在了大帝的手上。 早有太监扶着城普竹退下一致, 高达沉稳, 向陛下与太后行了一礼, 拔出长刀, 缓缓退回到范贤的身后。 鸽翅一声, 这个时候, 先前对战之地的青石板, 才寸寸裂开, 殿尖群臣才明白, 那柄未出鞘的长刀, 竟是被城普竹的弯刀之刺, 生生打进了青石板里, 这是何等样的力量。 明白高达是取巧, 群臣议论纷纷, 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范贤看着北齐群臣的神情, 有些自禁地笑了笑, 在众人的眼中, 这笑容未免可恶了些。 范贤将自己饮的酒杯递到了身后。 高达微微一愣, 接过酒杯一口饮尽, 谢大人赐酒, 谢大人指点。 不知道范贤曾经指点过他什么。 范贤笑着说道, 应该是谢太后赐。 话没有说完, 他却发现店中忽然一下子安静了起来, 包括店外的臣子太监也是一般, 因为郎桃说话了。 郎桃微笑望着范贤, 开口说道, 范大人的小手段果然名不虚传, 想不到连阁下的护卫也申明辞道。 说完这番话, 他长身而起, 轻轻解下自己的外衣, 交给身后的宫女, 露出腰间那两柄连在一起的弯刀。 店中嗡的一声。 郎桃大人要出了。 郎桃身为国师首徒, 陛下的武道老师, 北京众臣已经有许多年没有看见过他出手, 想不到今日竟是要为南庆人破例。 群臣将灼热的目光投向郎桃, 却因为对方地位特殊, 所以不敢多说什么。 还没等郎桃走出来, 范贤已经是哈哈一笑, 白手道, 我不是您的对手。 先前他直视程浦竹不是自己对手, 此时又自称不是对方对手, 落在北齐人耳中, 倒有些光明磊落。 郎桃却是笑了笑, 说道, 是不是对手, 总要打过才知道。 范贤心头威力, 知道若真的与这位高手交战, 第一, 自己如果不用暗弩毒针春药毒药粉, 那肯定不是对方的三合之敌。 第二, 若让对方真的确认了自己就是悬崖边的那人, 以苦和对于神庙的无穷掩饰来看, 自己只怕会落到被追杀的下场。 他眉头紧皱, 却也知道以郎桃的身份亲自挑战, 已经是给足了南庆人面子, 自己断不可能再让高达出战, 正内心渐躯强硬, 准备出手之时, 却听着一个声音, 师兄, 我来吧。 范贤高兴, 很高兴, 北齐人也高兴, 看热闹的人更高兴。 海棠从太后后方缓缓缓缓行了出来, 对着郎桃微微一服道, 师兄, 我来。 郎桃见识他, 面露温柔之色, 说道, 也好, 师妹自然, 只是要小心范大人的手段。 海棠对着太后与皇帝行了一礼, 没有说什么, 就走到了范贤的面前, 微笑说道, 来不来? 来, 为什么不来? 二人浑眉觉着, 这对话像小孩子在玩家加班。 当然, 将大电围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北齐人也没有察觉, 就连南庆使团的官员也没有察觉, 大家此时都陷入了某种期盼之中, 这种期盼甚至已然超乎胜负之上, 超乎两国颜面之上, 只是纯粹想看待会发生的一幕。 一位是南庆师仙, 文武双全, 以不足二十幼灵, 成为监察院提四的范贤。 一位是北齐天女, 苦喝之后最年轻的一位酒品上高手, 传说中的天脉者, 被认为是最可能成为第五位大宗师的海棠。 二人都是当今天下年轻一代, 声名最盛的佼佼者, 世景传闻, 这二人曾在上京城中周游望返, 看来是惺惺相惜,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 二人确实是在一个层级上的人物。 二人终于要对上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守在大殿门口的王启年打了个喝歉, 看着殿中那两个打架的年轻男女, 咕弄说道, 这在骗谁呢? 他身边一个太监愤愤不平说道, 居然在殿前比武中假打。 海棠姑娘啊, 你怎么忍心让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失望? 王启年没好奇说道, 又没收你们这些看客银子, 自然演戏演得不认真, 假打又如何? 就凭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只怕皇帝陛下都不好意思打假。